好,看一看,看小时,有而已 好,那因为呢,我想第九章其实有些地方去讲,处杂一点 那讲完以后,我希望能够在平过年了很多人 这样的时间,玩还是要玩啊,休息一下,休息一会 啊,你觉得玩的,你一定没什么好玩的,是说 一个第九章,拿出来再读一读 那因为我们开学,逆来很久 我们会有一个水航测验,就是考虑九章 那这个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规划 我想跟今天上一个,这期期一开始的第六四的解决的时候 解释的时候我就有先讲,我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今天的第九章,我们先讲 那我希望能够稍微翻试一下之后 我想知道那些是采款式的,接下来也要不要再管 好,但是呢,我想你不要怕一叮眼,稍微可以半小时 听一下第九章 我想接下来呢,你在韩家的西区 比如说你会不会觉得很恐怖,或者是搞不清楚到底是要怎样 好,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规划,大家可以跟他们讲一下 那有同学呢,讲,期末考怎么没有考同资性不共产 好,不要太失望,我们就留到那个下学期学堂生意的中期 为什么没有考呢? 因为我当时我说,同学,这个注意听我讲的是 如果有出这个部分,只会出在选择题 我没有讲,我选择题一定会出这个题目 好,那如果是在这个部分找到我的考题是在12月底就出完了 好,那这个题部分呢,其实 我当时呢,也不是很有把握,说到时候能不能上得到 好,所以我当时初期就没有把这个部分拖进了 我只是跟大家讲 好,因为我既然我们有交代了,所以就不希望说大家都不注意听 但是呢,我也不能讲得很明显,说这次不会考 所以我一直这样强调,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在上面 因为呢,我会去考很复杂的所谓的计算或者是危险合体 如果这个部分会出品,只会出在选择 如果,所以呢,就听一个中学这个非常多难的计算 我们可以一起考一生就会讲 这么多考,或自信不动产,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你送中的到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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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说 大家讲的,一定会考 好,那我说,不可以这个,你像说你读的半句都有 考验一下你自己读的效果,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们在下学期的第二个上课 第二个礼拜上课 我们就会讨论测验 那我们讨论第九章 以及投资性能动作 所以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讲第九章 第九章主要去谈无形资产 那叫做资产的一样 我们就想说跟我们在谈 不动产场合计设备一样 或者是什么天然资源和一号线资产一样 你到底想它是四个 最多的情况是四个阶段的快避 四个时期的 四个时间点的快避处理 第一个就是取得这个资产路障的产板的决定 还有路障的客户 那第二个呢 就是需要这个资产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 第三个呢 就是秦获叫租资产的事情 第四个就是主 对 好 既然叫 它既然是非流动资产 表示呢 它的时间会比较长 那既然比较长 有可能 就表示它有所谓的耐用年限 或者是所谓的经济年限或法律年限 好像无形资产 我们会叫做法律年限或经济年限 好 它没有所谓的耐用年限 因为它不是用的 那它是一个权力 是一个无形的 所以才叫无形资产 所以呢 这样 持有这个资产 我预计它可以 法律年限给我三年五年 可是呢 可能我不知道三年五年 我就想要把它什么 或者是把它卖掉啦 或者是怎样的处理掉 所以呢 它就会有第四个阶段的会计处理 好 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这个东西的时候 也是从这四个时间点来解释 它的会计处理 那第一个阶段呢 它的会计处理比较简单 就是取得这个无形资产的时候 入账成本的决定 或者是科目 那不过呢 要讲这个之前 可能首先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情况之下才能够形成资产 这个地方呢 可能会大家会 要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是去买 那当然没有问题了 我如果花钱去买 我用多少钱去买 那我就是入账成本嘛 我的入账计划就不定了嘛 我们的成本原则很多 很简单啊 我的所谓的合理支出 我花了多少钱去买到 我有这个权利 无形资产就是一个权利 我取的这个权利 好 那这个就是我的什么 南非所调 好 我们刚刚讲说 第一个阶段要谈怎么入账的成本怎么决定 那如果你是购买的话就没有问题啊 你要多少钱买就用多少钱去入账 好 那当然多少钱是指你实际支付了多少 那现在你还没有支付的话 你未来会支付的话 那就像第四章我们讲的 你要去折线 就是我三年之后才要补一百万 那现在指多少钱 这个跟前面都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呢 如果我不是自己 不是去外面买的 而是自己发展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的R&D 好 在我们讲费用 在大部分我们在规定的R&D的时候 就是 一个尤其是比较多的产业 像我今天听到那个 呃这个就在谈那个2014年 大概就是景气啦 或者是所谓景气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指标 就是什么股市嘛 所以他们就在分析股市啦 然后就讲说呢 诶这个就谈到生技股 然后就是说台湾的生技股呢 其实应该叫做生技制造股 因为台湾的生技主要都不止 都是以制造 然后比如说股市为主的 所以他并没有真正去做开发 或者是研发新药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R&D的一个投入 所以他就 这个校成说台湾的生技股 应该更清楚去讲所谓的 生技制造股 因为他只是多到一个制造 那意思是说什么 台湾的生技呢 公司都很想投入所谓的R&D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所以很多公司里面 R&D尤其是制药品 药品的制那个 呃开发呢要花很多的时间 因为呢 他经过很长的人体试验 要做了很多的努力之后 才可以到港区 才可以去申请人体试验 那人体试验之后 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 才能够确定这个药品是对人体 或者是这个药品想要治 这个治疗的什么样的地方 是有效的 所以这才会开始的哦 因为这个时间短则十几二十年 长则四五十年都有可能哦 所以呢台湾的生技公司呢 其实一般来讲 都是没有那么强大的股本哦 资本额所以没有办法 有那么长的时间去烧这个钱 所以通常台湾的生技公司呢 就不太愿意投入 所以等R一定要 那也就是为什么 现在很多的生物系啊 或者是生命科学系 呃大学部毕业的学生 研究所不知道哦 大学毕业的学生 你知道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吗 那一样吗 那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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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概差不多十五六年前 人家问我说 呃就是 我朋友的小孩子 然后他联系是什么 他就说他念着丙主嘛 那时候他就加于丙主的 丙主就是指 比较像是医学系啊 生物系 因为丙主要考生物嘛 那我就跟你讲 欸生科系很好啊 就是很有明星科系啊 这是刚开始 但是大家会主动在这一块的 嗯 不知道后来他们点这一个心哦 要不然我就觉得很罪过 因为呢 我一直以为这个印象有发展的 可是 事实上呢 发现其实 因为很多的生技公司呢 资料都不是那么大 所以他其实是不愿意投入研发 那里面呢 生科系出来之后 怎么去卖药材 卖器材 这个补助 这个就 嗯 应该读病例到大学 应该只要领人连善到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是另外的 所以我要谈到是 研究发展 好 如果一个公司 他自己投入研发 好 那当然台湾呢 希望我们的那个产业能够升级 不要只是做OEM 或者是只是OEM而已 好 那 我跟希望 我们台湾的产业能够有更 更高的技术 或者是更好的 一个所谓的研发能力 所以呢 哎 希望 我们看一下呢 如果是公司 可能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內部自行發展 或者是自行投入的 那我們叫做R&D 我剛剛談到台灣為了要鼓勵呢 台灣政府為了要鼓勵產業能夠升級 所以呢 其實對於研發呢 它有一個特別的優惠 不是啊 獎勵措施 就是在稅務上面 所以你的研發呢 可以去頂你的所得稅 頂利借所得稅 這是另外一個地點 所以以後會 大家如果有去上稅務法規 然後稅務會計這一塊 之前就去提到 好 那我們會計裡頭並沒有在談這個 重點不在那裡 而是我們公司投入的R&D 怎麼去認定 好 那一般呢 我們的R&D呢 在所謂的研究 研究發展 研究發展支出研發費用 那我們在會計裡面呢 原則上是把它叫做費用 但是呢 這個叫做費用呢 有時候也是很困擾 因為你叫做費用的話 當年度 如果你花了很多的 投入了很多的研發費用的話 就會讓公司的所有的那個營收 或者是它的獲利就 比較不好看嘛 因為研發其實是很燒錢的 那研發呢 你要能夠開發出 具有商業價值 然後能夠對公司有獲利的話 其實三五年可能都跑不掉 那我們現在如果以經理人制度的話 每一年都根據績效來考核 這個所謂的專業經理人 然後對於他未來的那個 所謂的薪資 或獎金的給付的話 其實很多經理人就不願意花 長期的時間去就是 願意投入這一部分 然後因為造成他 當年度的績效不好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會有一點點矛盾 所以呢 我們後來呢 對於這個 慢慢的 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研發呢 就有一點不同的處理方式出來了 以早期呢 之前 我們的無形資產 其實種類很多 就是種類是指 它的產生的資產很少 這個產生資產的科目很少 種類很多 產生資產的科目很少 也就是說 開月定為無形資產的很少 所以早期呢 我們對於研發 都把它當作是一個支出 是一個費用科目 那我們現在慢慢的去意識到 其實一個公司投入的研發 是對於一個公司的 未來的發展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也為了鼓勵呢 就是 會計準則呢 也是為了鼓勵呢 企業能夠對於研發 多投入一些的這個資源 所以呢 對於研發的一個 會計準則就有一點點不同的 會計準則就形態出來了 好 所以我們對於這樣子一個 研發的支出怎麼去認定 它是費用 還是是一個無形資產 因為在研究發展當中 其實是沒有一個具體的形狀的 所以呢 它是具有未來的經濟效益 所以我們就叫把它定位為無形資產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今天其實一個重點要講研發 研究發展這個支出能怎麼 會計處理上面怎麼去認定它 好 然後呢 其 另外一個 如果我們是從外面買的 從外面買的 如果已經 它已經成型的 具有商業價值了 那我們怎麼去入帳是比較容易 因為我買了以後 我就可以什麼 我用花了多少錢去買 多少錢就可以什麼 產生了所謂的 我們通常會叫做專利權之類的 那我花了多少錢買 就用多少錢入帳 但是如果我買的這個東西呢 還不是很具體 那我怎麼辦 就不是很具體是 它是不是 它還沒有到達完全具有商業價值 還沒有到達所謂形成專利權的階段 但是它已經是什麼 技術可行的 已經應該是技術可行 只是缺了靈門一腳 那這個塊是上面怎麼去認定它 這是我們要去談到的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呢 在無形資產的定義裡面 請你看408頁 第一個我們來看什麼叫做無形資產 它的定義 我們先解釋 就跟 說我們剛剛講到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一個呢 就是它擁有 好 擁有這個 或者是呢 可被企業所控制 具有未來經濟效益 但是呢 沒有實體的 非貨幣性資產 那具有未來的效益是什麼 可控制又是什麼意思 無實體形式 好 這個幾個 它有後面單獨再去解釋它 那再來很重要一個呢 無形資產 既然它具有這樣的 我剛剛講的 它是什麼 為企業所擁有 具有未來經濟效益 它又沒有具體的 那個形狀 好 這個 如果說這個資產都符合這樣的 那大家要承認 它是不是又可以承認為無形資產呢 所以它認定的條件有一個 好 有兩個了 一個是 它的經濟效益很有可能流入企業 那當然啦 沒有經濟效益就不用認定為資產了 好 資產的定義第一個就是 它具有未來經濟效益才叫認定為資產 那第二個呢 我剛剛 我之前一直在強調 在國際會計準則 對於認定資產的時候非常強調 也就是說 它未來會產生多少的成本 好 或者是呢 這個產生的成本有多少是可以衡量的 好 所以呢 我說 這是國際會計準則 如果你去比照之前 呃 台灣 我說台灣的之前呢 會計準則都是跟著美國的 那個 FASB 齁 那 如果以前的 FASB 齁 那 如果以前的 FASB 的話 它是國際會計準則 它的資產的成本的原因 而且國際會計準則 都非常強調 你看 其實這個東西 它非常承認 它 我覺得它是比較 呃 務實一點 它覺得 你有資格的產生 所以你一定有相對的一個什麼 成本支出發生 所以它就強調 你一定要能夠評估得出來 你可能這個資產的成本 好 才可以把它認定為無形資產 好 這是任列的條件 好 它說囉 必須同時符合 好 那再來它的分類 我們可以分取得的方式 好 那取得方式呢 你可以看一下呢 可以分成五大類 在409頁 單獨取得的無形資產 企業合併所取得的無形資產 政府補助所取得的無形資產 還有資產交換所取得的無形資產 內部產生的無形資產 好 那其實我們主要要講的第一個 第五個 內部產生的無形資產 就是我剛講的R&B 然後企業合併所產生的無形資產呢 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其實它就是指商譽 好 那單獨取得的無形資產 好 單獨取得的無形資產 可能會區分為已經成型或不已成型的 好 那政府補助的啦 交換 這個比較沒有什麼 資產交換 跟我們資產交換有取得的無形資產 跟我們之前講的資產交換是一樣的意思 好 是一樣的意思 好 所以你一樣要去根據我們的資產交換 快捷處理連則來處理就可以了 所以這五大類裡面呢 我們大概要主要去看這個其中的三類 單獨取得 單獨取得比較簡單 但是有一些一些比較特殊的情形 然後呢 合併 合併所取得無形資產 是比較複雜的 好 這是最後面的第四節 有單獨去提這個部分 它的快捷處理 那另外一個我們要談一下 內部產生的無形資產就是R&B的問題吧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呃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呃 第一個 我們看外部取得 那個什麼 預期 消益期間啊等等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就好 我們先 第二個 第三個呢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我們後面講的時候也會帶進來 好 第一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外部取得的無形資產 那就是 呃 看 如果你單獨取得的話 好 比如說 呃 你是 呃 比如說你看一下呢 單獨取得無形資產的成本 包括410頁 現金購買的價款 價格 還有使用該資產 使該資產到達可供使用狀態之下的 可直接歸屬的成本 包括到哪些等等等等 好 我們自己看一下 好 這是單獨取得的無形資產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比較簡單一點就是你花了多少錢去買 然後呢 你要到達可供使用狀態 就是你學這個無形資產之後 如果還需要員工訓練啊等等才能夠用的話 那這個也要把它什麼 列入這個無形資產的取得成本之一 好 那合併的話呢 我們後面會去講 合併的問題比較複雜一點 其實在高塊 這高塊裡面就有提到 好 高塊裡頭也有提到 好 那我這邊看 這邊再去四百一十一內 來提一下 新的合併所取得的無形資產 也就是說 讓一個公司跟另外一個公司合併 好 或者是一家公司吃在另外一家公司 合併的方式有很多種 所謂的取得它股權的合併 取得股權的合併的話呢 就是我目前常看到的這種合併是 各自讀還是活著 就是公司名稱還在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新設合併 合併之後呢 假設兩家公司合併 合併之後兩家公司都不見了 想建一家新的公司 正是一種合併形態 另外一個呢 應該就是消滅 因為它不叫消滅吧 好 就是另外一種叫做 新設合併 然後取得合併 還有一個叫做 另外一種 忘記它的名稱 它的合併就是指 合併之後呢 A公司並掉B公司 B公司就不見了 就只剩下A公司這種 所以是合併的一種形態 好 那高塊裡面要講的合併就是指第三種 就是取得合併 合併呢 但是 就是參與合併的各個公司都依然活得好好的 也就是說 活得好好的是 在市場上這些公司的還是存在的 好 所以高塊裡面要去談的 快遞處理是指這種情況之下的合併 好 那我們要不管你是哪一種合併 合併的時候呢 你要記得 講一下我們講的比較簡單的 A 並掉B公司 好 如果B公司的可辨識 無形資產的公允價值 是小於A公司去吃掉B公司 所付的成本 所付的支出 好 也就是說呢 所謂的取得成本 好 我現在就假設 A公司吃掉B公司 A 並掉B公司 B公司就被消滅掉了 好 我剛剛提到有三種合併方式嘛 這是其中的一種 那我們來看一下呢 當它被消滅掉的時候呢 如果A的取得成本 A公司來講 因為你知道嗎 B 既然被消滅掉 我們在做合併的快遞處理 這是站在A公司的立場上面 A的取得成本 A的取得成本 取得成本就很簡單 就是A付了哪些東西出去 A付了些什麼東西出去 就是它的成本 它的支出就是取得成本 那如果我取得成本 跟B公司的可辨識性資產的 供應價值供應有差 那就叫做商業 如果這個比較小 就叫做負商業 如果這個比較大 這個大於這個 那就叫做商業 換言之 如果是這樣子 就叫商業 就是就產生商業 如果是這樣小 這個比較大 那個比較小的話 我們就叫做負商業 如果是小於0 如果是應該是這樣子寫的話 不等於0的時候 就叫做負商業 如果這樣的結果是大於0 我們就產生商業 如果是這樣子 就叫做負商業 好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前面的東西 基本上取得成本沒什麼問題 就是A 付了些什麼東西出去 他付了現金還是用資產去取得它 都可以 那但是這個資產 如果非現金的 非貨幣性的資產 就是以他支付那時候的供應價值 來認定他的金額 所以這個取得成本 我們姑且先不去講給他 不管怎樣 就是要單純你把他想的 就是付了多少錢好了 好 那第一的 什麼叫做可辨識 好 有幾個重要的名詞喔 可辨識 然後呢 又叫做一個淨資產 可辨識 淨資產 什麼是淨資產 大概因為比較能夠解釋 比較能夠了解什麼叫做淨資產 什麼是淨資產 什麼是淨資產 什麼叫做淨資產 淨資產其實某個程度來講 它也可以叫做淨值 所以它是什麼產生的呢 淨資產就是資產減掉負債 所以資產減掉負債又叫做什麼 股東權益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資產 那個淨資產就是資產減掉負債 叫做淨資產也叫做淨值 那也是我們習慣上所熟悉的 所謂的股東權益 所以股東權益有另外一個名稱 也叫做公司的淨值 那也可以知道 也是我們這邊的淨資產 好 那接下來我要談 什麼叫做可辨識 其實要把這個整個講起來說 可辨識的資產減掉可辨識的負債 就得到可辨識的淨資產 但是我們要先去解釋 但是我們要先去解釋什麼叫做可辨識 好 這有點麻煩呢 其實又要回過頭來 商慾 商慾是一個不可辨識的資產 商慾是一個不可辨識的資產 也就是說A願意付了這麼多錢去買B 原因有很多個 有可能是因為 譬如說我知道大概八十年 八十三四年的時候呢 台積電呢併掉世界 你是不是世界星星 它也是半導體的公司 好 它併掉它呢 其實當時候市場上也就認為說 當時候台積電呢 花了比較多的錢去併掉這個 就是說世界星星 其實它的價值沒那麼高 可是台積電呢 願意花比較多錢去買它 就像這樣子啊 為什麼 剛稍微有一個理由就是 因為世界星星已經有什麼 有一個 它的設備都已經很齊全了 所以台積電呢 當時候很齊的想要去發展 比如說二十八吋金圓 我忘記是幾吋金圓 那如果說它要重新去開發一個 這樣的一個 這個金圓的話呢 這個假設是二十八吋金圓的話 它要去買設備啦 然後它要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可能時程上面 會delay個半年到一年 那台積電就不想花 等那個delay那麼久 所以它先去買了世界限定 那是什麼密集 就可以開始